国民党的确定由朱立伦竞选连任新北市长 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也马上召开了记者会回应说 终于找到对手了 终于找到对手了 新北市长朱立伦终于松口竞选连任 游锡坤目标锁定立即回批朱立伦 拖到现在才说要选 心根本不在新北 陶游县县长没有做完 那行政院副院长做不完一年就离开了 看得出来他是吃完来看完完的人 我想新北市不应该做人家的政治跳板 所以我是很不相信说朱立伦现在他讲的话 朱立伦信心满满说要做满四年 游锡坤却交了能税 不相信朱立伦的承诺 而蓝绿立伦的解读也大不同 朱立伦现在打了如意算盘 应该是先连任再取大位 但是这样子的话 对新北市民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同时也消费了 新北市民希望他当市长的期待 可以有效的帮助隔壁的连胜文在台北市 因为双北是两个双子城 所以很多要进行连任 或是出来代表国民党新人的话 大家都希望朱立伦能够继续参检 母鸡带小鸡 尽管民调和朱立伦还是有段差距 游喜坤要用丰富行政经验对决朱立伦 不管朱立伦会不会信守承诺坐满四年 新北这一战蓝人选总算明朗化 预的第一战蓝人选总算 小鸣新北市报道